請求提供俄羅斯康安保團體經過幾年抗爭 兩年時間 得到農委婦人士外判 雷唐政府打開順風對法 經過幾百個期 總算10月19、20日的記憲力 康安保團體表示 屬於未準時的唐政府 我們希望透過提早事件 和全民了解俄羅斯的保育創造性 希望大家在提供政典離清 原本俄羅斯日先升級 離清爭典 保育優先 刑事審查 保障民權 康安保團體太想欠求好 希望是保護太坦所交的生態 不是公議幾多次呢 總算電動農民會 外判對總有三者案 受快率提前會 就算控補團體很期待 不過現場因為政府的成績不辣 我們今天都很忙碰到貴婦的同地 看那幾點判斷的可能性被動 不過我們希望說 開上來 跟我們上前 跟了貴婦單位 那邊 必堆下來 我們開始討論 政府 其實要好好地靠你 就算綠田經費沒有法律效力 不過康安保團體 喊起三門準拼 現在市政典 對三者三位鑑油隊生態保護 更好 同三者三位對能源安全 同溫室蓋體鑑量鑑油 比較好 調到議題作出討論 提供全球的經濟來自清爭議 叫做交 那包括說保育方面的學者 或者是能源轉型方面的學者 那另外就是說政府機關的資料 像是中油先前曾經就已經提出過的評估的資料 那這些都是我們收集證據的範圍 為了強求組織 康安保團體沒法去 淨外組織工程 是對外進行行業 那又通過 主要認同 天議改團的聯署 雖然相應的田經費 好者都認為沒問題 不過康安保團體 還在動手 外優先來破壞 否則中選費 走到天安 本組織一條上路 卡卡新聞 我們今天下輪的議題特別補充